五七劍報 帶你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翔士光 好 我們今天持續關注 這個人幣在今天的盤中 再度刷下了五年來的新低 雖然在這個大陸的四大國銀行 瘋狂的拋壞之下 今天人幣似乎出現一點紙貶的壓力 可是現在問題來了 第一個 這個四大國銀行瘋狂的拋壞舉動 什麼叫拋壞 就是把美元賣掉 那賣掉幹嘛 換成人幣 那它變成一個人幣的賣盤 變成美元的賣盤 因為人民幣貶值 代表大家把人幣賣掉 去買美元 那假如人民幣沒有接手的話 人民幣就扁扁扁扁扁 那四大國銀行自首扮演一個 終極買家的角色 來負責承接無限量的人幣的一個操作動作 而且無限量的供應美元的一個部位 所以使得今天 在大陸的金融市場當中 我們看到人幣出現紙貶的發展 可是重點 大陸都要子彈 來面對這個人幣瘋狂外逃的一個變化 尤其我們看香港的人幣的離岸中心 它的隔夜財管利率 是在昨天飆下了一個近期最大的 單日漲幅 代表目前來講 這個大家瘋狂的拋售 人幣的舉措 產生一定的金融緊縮效應 我們看從昨天到昨天晚上 到了這個沒有股市 也是出現重挫的發展 雖然尾盤做了一個微幅的反彈跟拉高 可在今天的亞洲美股電子盤當中 再度出現開高走低 由紅翻黑的格局 那今天亞洲股市還是出現一波震盪 像台北股市反彈之後 中場還是以最低一點作收 似乎這一波人民幣貶值 帶來的一個地震 似乎還沒有做中止 所以我們今天還持續觀察 到底人民幣現在貶值的發展 會有多大的影響 另外更關注的是 現在大家都在觀察 到底人民銀行現在手上的 3.4兆美元的外匯儲備 感覺絕對量很大 可是相對於每天現在爆量的 中國外匯市場這個3.4兆夠不夠用 那假如不夠用 會不會是2016年最大的一個黑天鵝事件 另外我們第二段要觀察 由監察公布一連串的數據 包括全球的出口指標 韓國早上公布的蛇月出口 本來在去年10月11月 感覺韓國的出口來到了谷底 可是沒有想到蛇月的出口 再度出現了一個崩跌的發展 所以也預估的台灣蛇月出口 跟今年台灣第一屆出口 可能表現會比預期來的糟糕 另外金磚事故當中 現在還有一點顏色的 就是金色的硬度 公布了12月PMI 也出現大幅度的一個下滑 所以我們要觀察 從人民幣的一個大幅波動 到最新今天早上公布的幾個經濟數據 來看一下新興市場後面的危機 感覺到是無比的沉重 好我們持續關注中東的變化 因為繼伊朗跟沙烏地阿拉伯斷交之後 今天包括了巴林 包括了蘇丹 包括了阿聯酋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聯合大公國 都宣佈跟伊朗的關係 降為跟台灣的關係 官員懂意思嗎 就是對伊朗政府態度 跟對待台灣政府態度 一模一樣的 第一個是斷交 第二個下調外交層級到辦事處 所以現在伊朗駐巴林 駐阿聯酋 駐沙烏地阿拉伯的外交部的官員 他的地位跟台灣的官員是一樣大的 所以基本上 這問題叫有多嚴重 為什麼開始出現跟伊朗 連二接三的一個斷交動作 這對中東局勢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今天會請到四位來聽 金錢報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